华联市长候选人魏佳燕 26号上午8点半 只身前往民意国小投票 魏佳燕说今天难得可以睡晚一点 感觉轻松许多 他也提到了在选举期间 有很多恶意重伤的语言 希望这些在昨天晚上就画下句点 他也期许市长当选人 要能够真正为市民谋福利 才不愧对选民的信任和支持 26号上午8点半 华联市长候选人魏佳燕 一个人来到民意国小投票 魏佳燕说今天难得 可以睡晚一点 感觉轻松了许多 他表示选举确实是很辛苦的事情 他也提到过程当中 有些恶意重伤的话语 他想要澄清 很多人也用 之前用一些比较不实的谣言 说我是太胖走不动 那也跟各位说 其实我是帮一个独居老人办东西 然后不慎从二楼摔下来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他们也为我心疼 那我的脚其实断成两只脚都断掉 那也是除着拐杖去跑行程 其实也就是尽力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澄清一下 不是太胖跑不动 那当然必然 减肥是必然的 不然其实大家也是希望 为了我的健康状况而着想 魏佳燕说选举基站在昨天晚上画下据点 他期许当选者要能够真正为市民谋福利 其实选举的风风雨雨就在昨夜 就让他画下据点吧 那也希望说就是当选的人 能够真正的为我们市民来做事 而不是四年然后又要靠骂别人 然后来获得胜选 也这样也不好 那其实我们实实在在的为民众来做事 后后来做事情 那才是我觉得应该要做的 魏佳燕也感谢支持民众 在选举过程中为他加油打气 不论结果如何 他都会秉持着爱花莲继续拼的理念 为市民朋友来服务 接下来会欢迎市报道